哈喽大家好 我是该吃吃该喝喝 体重不忘心里哥的王美丽 美丽今天给宝宝们整一个 熊孩子玩游戏棋玩到神秘失踪的片 勇敢者的游戏 就说我们的男主角狗事 是一个遇见事全靠躲猫猫的怂宝 整天让人撵的往他把单位跑 他爹就告他 没事别惹事 有事别怕事 遇事解决事 老子还有事 没狗属搁这帮你平事 狗事一翻译 这是叫我正面刚啊 结果出去就让人一顿报怼 他老爹看儿子被打个乌眼轻 就想安排儿子转学 狗声不想转就跟他爹大吵一家 就在打算离家出走的时候 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古天乐 我是张教辉 是他白天在写场附近 找到的游戏棋整出的动静 赶紧拿出来瞅 棋盒上写着贪玩蓝月 不对 是勇敢者的游戏 其实就是轮流扔骰子 谁先走到终点谁就赢了 但这个游戏名 对那些狂妄自大的熊孩子 那成年有吸引力了 不亚于是爷们就下一百层 这时候正好朋友小翠来找他 狗声就窜到小翠杀一盘 他俩发现游戏棋里发生的事 会在现实出现 倒霉蛋狗声刚玩一把 就被游戏棋给吸进去了 而且不扔出五或者八 就不能出来 小翠被棋里放出的蝙蝠吓跑了 再也没回去管狗声 又一个坑逼队友 一转眼26年过去 狗声家早已经变成了 没人猪的空房 这天搬进来三个人 分别是父母旅游出事以后 变得满嘴跑火车的姐姐二鸭 不爱说话的弟弟小年宝 以及他们的姑妈 这俩小孩在屋里翻周了 狗声捡回来的游戏棋 看到游戏的名字 俩人二话不说就是正 完了就放出一堆蚊子跟猴子 把家里整得品鱼片的 还放出一只大狮子 好在小年把扔出个五点 把狗声给放出来了 猥琐发育26年的狗声 已经长成了油腻大叔 他把狮子关屋里之后 就急着找自己的父母去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 当年他的父母为了找他倾尽家财 已经都去世了 二鸭还安慰狗声 别闹心 我俩父母旅游时候也死了 请原谅 熊孩子的安慰来的就是这么直白 小妮把二鸭发现游戏棋 一旦开始就必须得玩完 不然就会出现很可怕的事 就窜着狗声继续玩 我觉得那都是糊弄小孩的 那26年都过去了 不也啥事没有吗 但是狗声他们仨 显然是被唬住了 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玩 一瞅 下一个只骰子是小村日啊 于是狗声凭着记忆 找到了26年都没搬家的小村 俩人续了一下旧 完了就拿出当年没玩完的游戏棋 又继续整 小村是说啥也不敢玩 狗声骗小村把骰子递给他 一个假装没截住 让他上钩了 然后就出现一朵食人花 正要吃小年吧的时候 让狗声给剁了 接着狗声又弄出个猎人 给他隔音坏了 原来这个猎人 已经在游戏里追了他26年了 成天啥也不想 就想击毙狗声 导演呢 我不吸手还真不知道是狗声他爹样的 但你就看着猎人的枪法 那是比美丽玩吃鸡都刺 让狗声一个秦王绕猪跑 简单甩掉 完了又整出个动物大迁徙 我算琢磨明白了 这棋里一件好事都没有 你别看小年吧不咋说话啊 心眼子贼多 还学会作弊了 结果让系统抓住了 给编个猴 然后就用是洪水 鳄鱼 沼泽 竹竹 一波接一波的招呼 最后还弄出个地震 把房子都干两半了 就在准备继续嗨的时候 那个猎人又追来了 这回非要打死狗声 狗声一心死 自己被追着打了二十多年 都毫发无伤 根本没鸟的 继续扔骰子 然后就顺利通关了 游戏棋里出现的东西 统统被系统回收了 狗声也回到了 跟小翠玩游戏的那天 还给了老爹一个爱的抱抱 然后就跟小翠 把这坑爹的游戏棋 随手丢了 多年以后 狗声跟小翠 再一次遇见了二鸭跟小年吧 并且阻止了 他父母旅游的计划 这朋友也算是 出的性能到位了 这个片告诉我们 游戏有个防尘迷系统 多么的重要啊 好了 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朋友 就给一个评论点赞